大家好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主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们说一下乌克兰战场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战力 第二部分呢 我们说一下乌克兰战场目前的战况如何 首先说一下在阿瓦迪夫卡附近 俄罗斯利用掠刀无人机击毁了一辆乌克兰的箭矢防空车 我们可以看一看画面 这个有一个白的烟柱 实际上是箭矢防空车已经发现了无人机啊 发射了相应导弹 但是没有把对方的侦察无人机打掉 俄罗斯利用柳雅刀啊 袭击了这个箭矢 并且把这辆车呢 引燃 我们说呢 箭矢是苏联时代的防空车 在俄罗斯在乌克兰都有使用啊 并且都存在被对方无人机击毁的案例 这也说明了这一款无人车 对于无人机的防范是看来作用很小 所以也是会逐步的被淘汰出战场吧 啊 现在很明显就是乌克兰的防空车啊 老式的苏质防空车是越打越少的一种状态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呃 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 旧姆斯克的一个基地啊 这个相关的视频 我也给大家发布一个链接啊 相关地铁在那上的都有展示 我在这个这段视频当中呢就不再具体的去分析了 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在前线的情况 前线的情况主要是有啊 大诺沃西尔卡方向啊 这个巴赫木特式方向 还有库比亚斯克三个方向 先说一下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大诺沃西尔卡呢 我们现在主要得到的信息呢 还是围绕着斯塔玛尔啊 斯塔罗马迈尔斯克啊方向进行战斗啊 并且在普利尤特涅啊 也有相应的一些战斗 我们说呢 这个战斗可以是你可以看错呢 就在普利尤特涅啊 斯塔罗马迈尔斯克啊 以及到利沃诺啊 波尔夫这个小的森教区域啊 是比较激烈的方向啊 另外在斯塔罗马迈尔斯克的东侧啊 也有比较激烈的战斗啊 并且呢 实际上在他们的周边啊 也有些战斗啊 另外包括啊 弗洛达的南侧啊 这些区域呢 战斗相对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致的啊 这个分界的情况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斯塔罗马迈尔斯克 目前呢 在Deep State 它还标注的是由俄军在控制啊 这红色的俄军控制啊 普利尤特涅也是由俄军在控制的啊 当然了 这个战况可能不一定是比较新的啊 好 我们现在下来看一下顿念茨克市 顿念茨克市实际上还是两个方向啊 一个方向集中在啊 克拉斯诺霍利夫卡这个方向啊 也就埃瓦迪夫卡的北侧啊 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在马林卡的上方啊 马林卡和 克拉斯诺格夫卡之间啊 在这个区域也就是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 在这个水域的上方 有俄军啊 俄军有大量的 组织过大量大规模的进攻啊 在这个区域 据说是 乌军没有展示出视频啊 但据说取得比较大的成果啊 打击毁了对方的 数量坦克和装甲车 我们说在顿念 在顿念茨克市啊 我们可以看到 阿瓦迪夫卡 匹茨基 马林卡啊 他在轮流的啊 不定的啊 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啊 俄军在这些方向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北侧 卢干茨克北部呢 在克里米安那亚的方向呢 战斗相对较少 我们今天就不再仔细分析了 因为在前几天说过多次了 今天呢 主要说一下 库比扬斯克 库比扬斯克呢 实际上 大家啊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个deep state的这个图啊 就是比较有意思了 所以说 各方的消息呢 总是有些差别啊 这是库比扬斯克 目前呢 双方的控制线是在库比扬斯克以东 但是你看 从这幅图你看不出来 俄军正在进攻库比扬斯克 啊 但是有消息说呢 确实现在 呃 俄军可能在发动 在库比扬斯克方向啊 有一定规模战斗 主要集中在哪呢 他是远程的攻击了 基里利夫卡啊 基斯利夫卡 这个是在库比扬斯克 这个是在库比扬克东边啊 啊 佩特罗 帕 佩特罗 帕夫利夫卡啊 在这个方向 以及库比扬斯克啊 这是俄军主要打击了三个地点 他的攻势呢 主要是在通过迈克 莱夫卡方向啊 进行发动的 向奥尔良卡方向啊 进行进攻 啊 这是俄军主要进攻方向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俄军在卢北的两个重镇啊 德沃里奇纳 德沃里奇纳和库比扬斯克之间啊 他是有一个控制了三个村子啊 利曼佩尔什 维利沙纳和 辛基夫卡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的战斗啊 肯定也是在不断的持续当中啊 但是现在有消息说啊 在这个方向进攻的规模很大 但是没有相应的细节透露出来啊 这个是 有点奇怪的 最近这种战况 今天呢 我们就把战斗呢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我们说呢 随着美国的援助啊 逐步的进入到乌克兰战场 乌军的常规力量啊 第一面的常规力量啊 在逐渐的加强 而且我认为 目前乌军的火炮啊 等这种重装备啊 在战场上并不处于下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俄军强行发动进攻的话 可能会损失较大 所以我不认为双方啊 在这个阶段会发生像 还继续像在巴赫木特啊 方向那样的攻势 我觉得很难 很难形成规模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析到这儿 我会损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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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损失去